了解 氣氛 嗨大家好 我是非正規時 industryuni 本週退出的超級佛如 Ger transmute 其實是跟超級洛克人 戲夫同盟的 大家知道嗎 那今天就讓我要為大家介紹一下吧 在洛克人的世界裡 一個最大野心家威力博士 他一直想要打造出跟 超級洛克人一樣強大的機器人 因此 他派了一陣一邪的弗鲁迪 潜入莱德博士的实验室 并偷取了超级洛克人的设计图 再利用它让弗鲁迪跟狼型机器人合体 也就变成了我们看到的超级弗鲁迪 超级弗鲁迪的第一次登场是在洛克人7当中 但是因为到洛克人8 威力博士他取得邪恶能源 并且进一步对超级弗鲁迪做改造之后 超级弗鲁迪变得可以飞行 而且攻击方式也变得更加多元 在Dive里面登场的超级弗鲁迪 就是使用了他的其中两个技能 弗鲁迪飞弹和扫荡雷射 而超级弗鲁迪技能最大的特点 就在于他能削弱对手的防御 还能给予持续性的伤害输出 如果他遇到是处在无敌状态的玩家 命中对手也能让他自己得到无敌状态 另外最犯规的就是 他可以连续使用两次技能 一整个就是不讲道理的攻击方式 你是不是也觉得坏坏的超级弗鲁迪更加迷人呢 以上就是今天的非正规情报战 我们下次见 掰掰